街道庙口恢复营业 虽然不是用餐时间 但有了摊位前出现大排长龙 民众说真的等了好久 终于能吃到美食 动线就保时色交距离 然后大家都有戴口罩 不然平常都吃你 可是两个月没有吃就很怪 店家从一大早就忙里忙外 该有的防御措施 两造一套隔板水连制 一个都没少 他们如果觉得没办法 他们就外带 带走回家这样子 所以外带比较多 外带比较多 第一天都这样 对对 客人还蛮守规矩 今天早上到现在的生意 就三分之一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外带比较多 降级后 金融市长林佑昌亲自到庙口消费 不但鼓励民众自备环保餐盒 外带用餐 也亲自体验在隔板座位上 内用点餐 接下来要用餐 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 就尽量 因为口罩拿下来 就大家静静地吃 不要边吃边交谈 所以我想大家安静消费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规定 就希望大家也能够遵守 吃饭的时候或者吃 小吃的时候 就安静地吃 然后不要边吃边聊天 金融市政府宣布加强版的十大防疫指引 市长林佑昌呼吁民众无比遵守 让好不容易得来的降级 能够保持下去 摊商还有包括我们的菜市场 鱼市场都是两兆一套 做到最高的一个规格 第二个是我们基隆的疫苗的施打率很高 我们已经突破三成 已经到了31.4% 那另外是我们就是把场所的防疫的作为 把它做到彻底 所以刚刚有说两兆一套 把自己防护好 然后也让整个场所的一个防疫的措施 能够到位 所以我们在庙口准备了十大的防疫的指引 我相信这个也可以成为其他县市 在夜市或者是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的一个指引 不只民众担心 也有店家不敢开放内用 就怕增加传染风险 降级之后就用庙口采取分流 民众可随时来吃小吃 稍微放松透透气 但该有的防疫得注意 千万别掉以轻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